我是在2009年3月來到火把的 當時是因為大學四年級必須要實習而上來台北 然後在台北的時候媽媽就鼓勵我和姊姊說 你們要找一個尾聲的教會 於是剛好楊牧師就是我在高中營會當中的講員之一 然後當時他的講道非常的令我印象深刻 所以我就決定我們就想說 剛好楊牧師也出來開拓教會 我們就決定說我們來火把看看 當我們一來到火把我們就發現 哇我們非常喜歡火把 我在大學的時候剛好看到的就是 學校有打工度假到澳洲打工度假的資訊 只要存10萬塊就可以在澳洲生活一年 於是呢我那時候就下定決心說 那我畢業之後我決定我要到澳洲一年 然後沒想到就是我就開始打工啊存錢 可是到畢業的時候我發現我的錢還是不夠 於是呢我就跟我媽媽說 我就說我有這個想法 就是我想要去澳洲圓夢 然後於是我媽媽就說 你自己打靠看看 如果上帝同意你去那你就去 於是我就跟上帝求說 第一個就是可以請他為我預備機票 第二個是請他為我預備第一個月的生活費 第三個是請他為我預備一個旅辦 可以跟我一起一同前往 有一位原本一直反 極力反對我去的一個親戚 他突然就跟我說 好啦就是少年人嘛要出去 那我就贊助你機票 於是我第一個問題就解決了 我媽媽看見我就是很迫切的 要為這件事情祷告跟祈求 我媽媽就主動說 好吧那我來補足你剩下不足的旅費 結果呢第二個問題也這樣解決了 我在網路上就認識一個女生 她就跟我 我們就約定好說我們要一起出發 就在我們決定好要出發的前一個禮拜 她突然跟我說她不能去了 那時候其實我非常的緊張 我想說哇我第一次出國了 而且我要在香港轉機 聽說香港的機場非常的大 我怕說如果我在香港迷路 那我坐不到飛機那我該怎麼辦 於是我就跟神禱告說 主啊你不是說要讓我去嗎 結果呢很奇妙的 就在隔一天就出現一個 我要認識的一個女生 然後她剛好要跟我去的地方 是一模一樣 而且我們的航班行程完全一模一樣 就感謝主我就跟神禱告說 哇神真的是在我身上行的大事 有一堂課呢是我們要勾選自己的罪 然後當我在邊勾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心裡面就覺得很 就是怪怪的 而且有一點點就是不安 然後就突然越勾越 就開始掉淚 就覺得說哇自己怎麼這麼多罪 就是很不配就是得神的愛 這時候呢就覺得很奇妙 神就對我說 他說孩子我是愛你的 而且她就一直重複這句話 然後在這當下呢 她就用喜樂的靈來充滿我 我認為愛呢就是要毫無保留的付出 然後無條件的包容 還有適時的聆聽 跟無條件的給予 然後其實呢在我生命當中 我經歷最大的愛呢就是來自我爸爸 就每當我只要上課 上學要遲到的時候 我只要到她房間搖一搖擦 她就會帶我去上課 或者是呢 不管我多晚下課 她都會到補習班 或者是到學校來接我 其實呢我也很愛我爸爸 我非常就是渴望 她可以能夠來認識耶穌 我很渴望可以將這個福音傳給她 但是我相信有一天 神會在她心裡面動工 我相信神也會帶領她 一起來到教會 然後我們可以一同來到主日 天天愛耶穌 就是做神喜悅的事情 然後將耶穌的愛 分享給周遭的朋友和家人 天天愛活吧 就是跟隨楊牧師的腳步 然後一起見證耶穌改變世界